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影片是想跟大家談到一個問題 Forming a percent equation 叫做 equation 即是今次的目標 是想找 equation 那個 equation 有甚麼特別 就是我給了一個 root 幫我找回 equation 出來 以這個例子 現在就是想你 form percent equation 和 x 指導明你的微數和 x 表示 然後它告訴你 我們要同一個對峙 另外一個是分三 到底要怎樣做呢 反過來想 如果它是 好像以前的 solve equation 是怎樣做 我給你一個例子 以前來說 我們說 solve x 二次加 x 減 六等於 我們怎樣 solve 我們factorize 左邊 右邊等於零的時候 我們就說 要是 x 減 二等於零 或者要是 x 加 三等於零 然後這裡我們算到 x 減 二 或者 x 減 三 整個過程 我們就叫做 solve equation 是先有 equation 再找 root 但是現在我們的問題是 反過來 我給了 root 來 2 和 3 想你組成 2 group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所以現在我們的情況 就好像是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是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它告訴我們 2 和 乎 3 是 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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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就好像這裡 向上上一方 為何要小 為何要等於零 等於零 因為我們兩個成 可以等於零 這個位置 所以 就會再落一步 這個動作 ら ح 2 次 減 6 就是 6 然後 整理一下 那這就是 我們想要的答案 現在這個 Gawe on 就是 我們想要 為何肯定是我們想要? 它的循環就是二、三 不過我們寫的時候 整個寫法就是把這道動線寫上去 這樣我們就做完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同學留意 以往很多同學都會漏了這個等於名字 這個是方教性 我們要求的一個學生性 這個才是答案 好,就這樣做了